张延松,从松户会战期间,郭主归与罗卓英的一次战术分歧和积极防御。 松户会战期间,郭主归习以积极防御的战法击破进攻日军1937年8月,下旬中日两军在松户前线激战震撼,为了反击在长江口登陆了日军增援部队,中国统帅部极调最精锐的第18军赶附落殿部防。 就在这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件令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郭乌龟,久久不能释怀的事。 罗卓英以持久抗战,唯有否决了郭乌龟的建议,据郭乌龟回忆,当他于九月初率部进入南唐口阵地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位于戏右翼的友军98师师长贾储, 终极主动打电话联络,从夏师长那里,郭乌龟,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由于日军攻得太梦下情急之下,向十八军军长罗卓英请缘结果,不但没让来援兵反召了一顿骂。 郭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战机,他向师长霍奎章建议趁日军大举进攻九十八师之计十四师,抽调有力部队伏击日军之策备对于郭的, 这个建议霍奎章不敢擅自做主,让他直接去找罗卓英,后者听完这个建议之后对郭乌龟说了这样一通话,你不明白现在是持久抗战,要一线一线的顶。 倘若十四师被获准主动出击,起码可以缓解有军在防御中所承受的压力。 严格来说,以当时的形式来看,即便十四师获准主动出击,也未必能取得多大的战果,但这个动作起码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有军在抵抗敌人进攻时所受到的压力, 从而得以延长抵抗事件,以另一种方式,发到罗卓英所云的持久抗战之目的。 兵学大师可劳塞尔卑茨在论际防御作战时,极力主张积极防御,从战术学角度而言罗卓英与郭乌龟之间的这次争论,反映出指挥员,在进行防御作战时, 所经常会出现的两种心态一种是守在既有阵地上被动的,等待敌人来进攻, 另一种则是在敌人发供进攻之前或进攻过程中,以选择预设战场进行伏击,抽调预备队进行反击等积极的作战行动。 争取打乱敌人的进攻节奏,甚至直接将其攻势瓦解,对于后一种打法反对声音是,万一出击不成后果难以设想。 其实在军事斗争领域,很多成功往往来自于指挥员的冒险,而德国军势力论家可劳塞尔卑茨,在论及这两种防御战法时则强调,防御这种作战形式绝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武汉会战期间,宋七连以积极防御的战法拖住了日军精锐第十三师团,倘若我们翻阅一些有关防御作战的战力,不难得出结论,积极防御是一种更容易达成防御方作战意图的战法。 事实上,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同样是国民党军,就曾有人通过积极防御的方式击败过日本军队的进攻。 直到武汉弃守之际日军第十三师团,仍被宋七连牵制在麻城一带。 1938年9月日,军第十三师团从安徽霍山、岳大别山,向武汉进犯七日日军以一个连队的兵力从, 故实现城南下攻击赴金山以西的武妙级日军这一行动,一旦达成将严重威胁, 中国守军的侧后所幸日军动向,被中国军队第七十一军所布, 真知军长宋喜连立即将预备对八十八师五二三团,紧急丢到日军必经之路的澳口唐舍服。 就这样当日军正在向中国军队主阵地大,举进攻之际那个团的伏兵突然横响, 杀出猝不及防的日军,在丢下一堆尸体之后, 被迫退回出发阵地当不该失败的日军指挥官调集十三师团主力, 再度南下守军,则利用大别山区的险峻地形,构筑了重叠多次, 大纵深的防御阵地顽强抵抗,同时不断出击敌后,攻其据点,断其交通。